学会诚实与谦虚 六,骄傲的小野玫瑰 在郊外的山坡上,生长着一株小野玫瑰 它非常美 红红的脸蛋,细长苗条的身材 生机勃勃的翠绿叶子 就连身上的四根小刺也透着可爱 在那个时候,天空很蓝,水很清澈 空气也比现在新鲜多了 玫瑰和其他植物可不像现在这样 天天昏昏欲睡 它们活泼极了 除了中午阳光最晒的时候 整天都跑跑跳跳嘻嘻哈哈 我们的小野玫瑰和它的朋友 蒲公英、钱牛花 还有一大片鸡鸡草 一同生活在这片山坡上 它们天天都在一起唱歌 跳舞、做游戏 小野玫瑰是它们中唱歌唱得最动听的 跳舞也是跳得最好的 就连做游戏它也是它们中玩得最棒的 蒲公英、钱牛花和鸡鸡草们都非常喜欢它 有一天中午,一个疲惫的旅人躺在它们居住的山坡上休息 它一抬头就看到了红艳艳的小野玫瑰 红润的脸蛋在绿色的山坡上显眼极了 绿人激动地为它做了一首赞美诗 赞扬它的美丽和与众不同 从这以后 小野玫瑰就骄傲得意起来 它想 我这么美 这么与众不同 为什么还要生活在这儿呢 蒲公英、千牛花和鸡鸡草们长得多么不吉言 我要去人多的地方 让人们都看到我的美丽 很快 它的朋友知道了它的想法 蒲公英说 小野玫瑰不要去 在这里我们自由自在 要是在人前 我们就只能保持一动不动了呀 千牛花也说 人呐 坏着呢 说不定它会把你揪走 这样就会送命的 鸡鸡草们也纷纷鸡鸡喳喳的说 是啊 是啊 我听说隔壁的两只狗尾巴花就是这样送命的 哇 太可怕了 就是呀 就是呀 可小野玫瑰什么都听不进去 它觉得它们是因为极度才这么说的 终于有一天 它趁大家中午被太阳晒得昏昏欲睡的时候 悄悄地离开了它生活的山坡 在靠近大陆的边缘 一个青年发现了它 它想 好美丽的野玫瑰呀 我的母亲一定会喜欢它的 它一把抓住它 还没等它挣扎 就把它从土里拔了出来 放在了随身携带的木盒子里 在黑暗闷热的木盒子里 小野玫瑰后悔了 它想 我不该这么骄傲呀 如果我听了蒲公英 牵牛花 鸡鸡草它们的话 怎么会被人交走呢 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在这个黑暗的木盒里 它渐渐枯萎了